然後開始我的IOH講座 我們首先感謝上一科技作用財董事長跟我們的一段話 去新學習勇敢挑戰 然後講一下我的目錄 然後首先要介紹我是誰 我修讀學校還有科系 印象深刻的課程跟課外活動還有經驗 最後還有我想分享的幾段話 那首先講一下我是誰 這是我的個人介紹 大家好 那我是從小就是伸展在高雄市六龜去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 那我高中國中還有小學都是讀六龜 所以一條路就是六龜一直到高中的意思 那我是一個在鄉下的小孩子 那我出來讀大學的時候 很多學弟妹還有甚至我自己 都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們從鄉下出去那是不是會比都市的小孩子 但是還要弱呢 因為我們讀的東西 資訊畢竟沒有接受到他們他們那麼多 那我們會不會比不上別人 那其實在 我們老師有跟我們講過說 其實上大學每個人都是一張白紙 那並不會說誰比較厲害 誰比較不厲害 那我其實個性是一個慵懶又想要變強的人 那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擔任過學藝股長 那從這個開始說 我就比較開始負責任 一直到大學擔任社長跟組長 然後我的責任感呢 就打敗了我的懶惰 從告訴我自己說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代表你自己 那你要做好事情 別人才會相信你 那我真正想選的科系呢 其實不是氣管系 這是我接下來 可能要跟你們介紹一下我最主的科系 那其實想要讀的就是舞蹈系跟設計類 因為我小時候學過幾年的舞蹈 那也因為姐姐妹妹都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也有興趣想要讀設計類 那知道為什麼沒有讀 就是因為家人希望我可以讀有專業領域的東西 那覺得說 刻板印象說 舞蹈跟設計就是只能當興趣 並沒辦法以後當飯吃 那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一直到升大學的那個 要一段時間 其實我也是真的沒有自己的目標 沒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建議學弟妹可以多聽一點多想一點 然後我所要介紹的是 長榮大學我現在就讀的學校 那當初為什麼會進行長榮念書呢 是因為長榮來我們學校招生 然後我覺得說 師長都很有親切感 也覺得整個環境不錯 而且再加上 那時候高中老師推薦我們說 長榮是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地方 那我也同意 那我也一起找我的同學呢 一起去報告長榮 那順利的進來長榮就讀 那我的阿公阿媽也會認為說 長榮航空是不是等於長榮大學 親戚也會這樣問我 那其實長榮航空跟長榮大學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一個基督教大學 然後親戚也會問我說 那佛教可以來讀嗎 那不是信息度教 是不是就不僅來讀長榮大學 那其實都可以 我們學校很開放 沒有什麼不行的 那要介紹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長榮大學站 它不是公車站 它是一個台鐵站 那它很方便 可以到高鐵不到5分鐘 然後到台南市區也只要20分鐘 然後非常的方便 然後有一個大家可能剛進來長榮 或是來參觀學校 都會很疑惑說 那我們學校校門口在哪裡 我們不像一般的大學沒有 有校門口 然後這是校長聽到我們的心聲 然後現在正在蓋的一個校門口 那其實在那個十字架還沒有出來之前 那前面是根本就是沒有一些 有長榮大學的標示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然後有一個 我們的學校傳統 就是私生洗腳禮 那是什麼是私生洗腳禮呢 就是會有在你畢業的時候 會有長官是校長幫你洗腳 那 可是在上面的 為什麼可以在上面讓校長幫你洗腳 可能身份要有成績比較好啊 或是有特別的經歷 那我們學校的傳統是因為說 我們市長想要我們虛心學習 繼承市長前邊的美德 以後出社會的話 不管你的職位多高 或者是你的職位是什麼 那我們都要以虛心學習 然後另外一個是橄欖球隊 橄欖球隊的話是 為什麼會介紹 因為最近 就是得了第一名 還蟬聯三連冠 就是我們2015年亞洲大學邀請賽 我們學校的橄欖球隊呢 獲得國際組的冠軍 那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高中也有橄欖球隊 然後學弟也很希望可以進來長榮的橄欖球隊 你就知道多厲害了吧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舊的科系 就是企業管理學系 那它是隸屬在管理學院當中 然後簡單介紹 就是企業管理學系在上什麼 就是簡單說 有產銷人發財 生產銷售 能力資源 研發 跟財務 這俗稱的五管 我們系上的必修呢 等下會介紹一下計算機概論 跟自然科學概論 這可能看字面不懂在學什麼 然後還有我們特色領域必修 就是我們氣管系 一定要選分組的三大領域必修 然後講一下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概論就是 有考證照為主 那除了你要考證照之外 你要基本的電腦 然後知識都要知道 然後還會我們考證照呢 證照有分為PowerPoint啊 Word或是Excel 這樣子 然後比較枯燥乏味 但是可以讓你考證照 比較實用一點 然後自然科學概論的話 我們這堂課蠻特別 就是每一堂課會換不同的老師 然後都是三個班啊 那種大團體上課 然後每次教的都是不同的 例如營養啊 氣候變遷 環境富幼健康 這是我們要上的 其實上了沒有什麼重點 但是就是還是系上的必修 然後為什麼會列出 微積分跟會計學 是因為我被當 因為本身數學不太好 邏輯也很差 所以在期中期末考就考得不太好 老師希望說我可以再去重新學習 所以我到現在 微積分跟會計已經修得差不多 快要結束了 那我也努力的幫我微積分讀好 每次每堂課都寫筆記 那我的其中一個考也考了90幾分 然後 Wicemap是我們學校的 系上的畢業門檻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有王子冰講座 就是每個禮拜會 系上 跟管理學院會邀請 可能公司的總經理啊 還有我們曾經請過 魏德勝導演 來為我們做演講 那每一次的 談論的經驗都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每個人都成功的理由 那也要怎麼去面對失敗 過程他都有跟分享給我們聽 對然後還有 企業參訪 我們Wicemap裡面還有企業參訪 跟夕友回娘家 這是我們必須要聽過的 不要去企業參訪 我們才可以畢業 然後這要講的是三大領域特色 然後分為 ERP行銷跟組織 一定對ERP很陌生 ERP就是我們企業管系的一個 一堂課 那就是企業資源規劃 如果選這個模組的話 你可能要比較 用多一點通啊 因為這是比較難的一個模組 然後他是在講說 如何將企業電子化的 用經營管理模式會更順暢 然後作業流程也會 比較好用這樣子 然後就是比較用於上電腦類的 然後行銷研究呢 就是 這是我選的領域 那我為什麼選這個領域 是因為樂趣很多 我愛逛街 愛買東西 想要知道別人怎麼行銷賣給我 所以我選行銷領域 那組織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現在也是 現在大三也在必修 然後 這是在講說 要如何教你溝通的重要性 如何教你說 在企業 留住人才是多麼重要的 然後介紹一下 企業上的活動 銀心速銀是我們企業上最大的 一個活動 那每次新生都參加都很多人 會讓新生感受到我們氣管系的溫暖 快樂 小氣盃呢 主要是有比賽三項球類 排球 排球 籃球 還有躲避球 對然後因為我們搬 因為在大學中 你不可能像高中一樣 每堂課都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利用小氣盃 舉辦各式各樣的球類 然後來凝聚班上的力量 然後這要講的是企業參訪 那企業參訪除了大開眼界之外 我們會把這個當作一個 校外教學 邊學邊玩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 每個集團的營運模式是怎麼樣啊 例如我們有統一集團 還有去康大香集團 還有在觀光工廠 我們都有在企業參訪的選項子 然後呢 大家問我說 氣管跟國氣到底有什麼差別 然後 其實國氣 我有訪問過國氣的同學 其實他們基本的氣管的課程 他們都要學起來 國氣比較重 經濟貿易還有英文 他們跟我講說過 他們的會計 維基分還有經濟 都是用原文書比較多 那其實在氣管系 不會用到那麼多的原文書 他們也比較重視 全球的經濟貿易 這樣然後 我們氣管系比較重理論 那國氣系比較重應用 那理論的話說 因為氣管系重視在 公司的管理上面 然後還有溝通與人才發展 那國氣系的話 是會比較重視經濟啊 全球這樣子 那到底什麼人適合氣管系呢 因為我的觀察來說 就是我已經大三了 然後來就是這幾年的觀察 我覺得一定要善於溝通 如果不善於溝通 可能表達方面比較差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然後還有愛管人才 或者是愛管你身邊的事物 那你也可以 也可以來考慮一下 那還有愛心跟正義感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企業 如果沒有愛心 還有你的倫理的話 那其實你經濟的再好 沒有用 還有邏輯 有邏輯的話是會比較輕鬆 那你會比較搞懂說 你在氣管系所學的理論是什麼 然後每個人就是我們氣管 一定每個人都會有迷惘 就是會問 就是會對自己想說 那你出社會 我的讀氣管 我的工作會是什麼 其實在讀氣管 就要很現實的知道說 我們沒有一技之長 也沒有專業的那個技巧這樣 那大家就是老師啊 還有教授都會告訴我們說 那一定要考證照 例如保險證照 金融證照 行銷證照等等 但是很常就是會 很多人同學都是說 為了畢業門檻 你考了證照那之後呢 就是放著嗎 等著畢業嗎 那其實很多學長姐都回來 跟我們分享過說 你其實要考一些比較有用的證照 可能以後真的會讓你自身去使用到的證照 是會比較好的 那實際就業的話 因為學長姐有回來分享 然後我們有去聽他們說 就是金融業其實會比較多 然後還有就業會保險業也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我自己的想法是 除非你家裡有企業 那你可以讀氣管系 其實很多人都是從一般行政開始做起 會比較辛苦 那我有幾個解決之道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可以去在實習之中 找到你真正的方向 然後還有再多修其他外系的課程啊 也可以找到你的第二專長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氣管系 不是你喜歡的 不是你擅長的 那建議在大二的時候快點轉系 然後我影響 我之後有比較接受 會比較喜歡 會覺得說 可以上軌道氣管系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同才跟老師 我很幸運可以遇到現在同才的 跟老師 就是給我的鼓勵 還有我們學習的氣氛 那我覺得說 我在讀氣管系 我可以比較 有適應啊 然後也比較覺得說 不會像以前覺得氣管系 好像真的都什麼都不會 那其實你認真學 我學到了溝通 然後學到了如何跟 不認識的人可以很 應對制度的講話 還有上台發表 這樣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印象深刻的課程 首先要介紹的是女性藝術家 對然後是上梯扛課的時候 就是一進去關燈看影片 看什麼影片呢 就例如女性從虎到金的女性藝術家的影片 然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皮像烈椅 但是一播出就是一整個天體影 很多人就赤裸裸的在影片裡面出現 那其實在講的是 就是小蘿蔔倒泥 是主男主角 然後跟女主角的一些過程 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 視覺衝擊滿大的 那我整個上完這個課程 就是我比較認識說 可以比別人多認識很多 女性的藝術家 對然後感覺他們 就是個性可能是比一般人還要怪異啊 而且在以前的女性藝術家 是受到很嚴重的性別歧視 對然後為他們感到不甘 但是這是現實社會 所以沒有辦法改變 那到現在的藝術家 會比較受到尊重 如果楊恩典啊還有其他的藝術家 對然後再介紹零售的管理 是我們我行銷研究方面 的一個領域一定要上課 然後他有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零售呢 就是例如無印良品他就是零售業 那簡單講他通路可能就大中小盤商 一直到商店這個過程叫做通路 然後立地呢就是在講說 為什麼這家店會開這邊 而不是開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老師呢 給我們開了一個期末功課 就是在學校擺攤 把我們創意賣出來 然後你賣了多少的利潤 我們就等於期末的分數 其實我現在還蠻期待 我期末的分數會是多少 我賣出的東西會是 虧還是賺 對讓我很期待 好最後一個介紹的課程是 情意與愛 就是很多人在選這堂課的時候 會覺得說 是要教我怎麼教男女朋友嗎 還是教我怎麼脫離單身 對其實不只是這樣 他其實老師什麼愛都要教 就體諒別人的愛啊 為他們著想的愛啊 還有對長輩的愛 跟對同學的愛 那老師對我的愛呢 就是愛的督促 因為我是比較常來上課的那位同學 所以其他沒有來上課的同學呢 我就要去管 老師就會說 莉莉亞你要去關心一下 其他同學為什麼沒有來上課啊 是不是最近有什麼困難啊 然後我就要變成 我就要去找那些同學 然後問他們怎麼了 請他們快點來上課 這是老師對我愛的督促 然後我最後要 那堂課最後的心得 就是提醒我要常常回家 因為老師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現在大學生在外面玩啊 或者是做作業啊 很多時間都忘記要回家 然後忘記說 其實爸爸媽媽對你關懷的愛 然後再教他們其實要回去 這樣才陪伴他們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的是 課外活動 然後大一有參加的第一個社團 就是滑板社 我因為我的室友那時候在滑 我也覺得好酷喔又好帥 所以我要跟著他們一起去參加滑板社 這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體驗 我高中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滑板社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滑板長得怎樣 然後進去之後才發現 摔倒像喝水一樣正常 就你沒有摔倒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摔倒之後 你就會 漸進的成功 這樣滑板社的環境呢就是一定 男生多於女生 對 然後我之後 就是其實毅力不夠 我就離開了滑板社 其實我不夠耐摔 也不夠 多時間去練習這個滑板 所以雖然我離開了滑板社 但是我現在還是有空 還是會拿出來滑一滑 就放下 但是我不放棄 好之後參加的是有氧社 那為什麼我參加有氧社呢 因為我愛跳舞 又還在拉筋 我從之前就比較喜歡跳舞 那我藉由參加有氧舞蹈社呢 來滿足我心中的小願望 然後我還去報名了我的成果發表 那時候大家 老實在問說 有沒有人願意要去成果發表 那我第一個舉手 那我也為了這個成果發表 我練習了三個禮拜 然後晚上都從六點練到十一點 那也如願地達到了我的效果 然後很多同學老師問說 阿姨學家你其實那麼會跳舞喔 這樣子 然後也覺得很 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之後我也有在課語時間 我也去參加一些演講 或者舞團演出 對然後來增加我對舞蹈興趣 跟一些知識補充 然後這樣參加比較久的社團 就是指追花社團 然後我當初會參加指追花社團 是因為我在軍訓室打工 然後變得跟教官很熟 然後教官就把我拉去當社長 那其實指追花社呢 就是一直在宣導反毒 讓同儕或青少年小孩都知道 毒品的危害性 那我們的工作呢 就是要一直去了解 日新月異的毒品 像有讀油票 讀咖啡包 然後甚至讀冷氣 讀冷氣就是在 你可能去網咖 補校商人會在冷氣窗 參加一些毒品 讓你上癮 一去再去 那你其實吸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要一直增加這些 新的知識 好朋友 各類的活動 我們有跟 例如排球社聯合阿 還有 結合校園路跑 跟到國小去 跟小孩子宣導 說毒品是怎麼樣子 然後 其實會對你造成的後遺症是什麼 那其實每個社員 都是毒品小博士 都要了解說 買跟賣毒品 被關多久阿 然後一二三級毒品的 強性阿 還有後遺症會是什麼 我們都必須要知道 因為 其實現在的 小孩子都會 已經有知道一些 基本的知識 那我們要再更 讓他們深入了解說 毒品是怎麼樣子的 那我的社員幾乎都是同學 因為我們的社團 算臨時成立的 那 教官也需要我說 那你需要找一些社員阿 那我覺得 最快找到的社員就是同學 那同學很情義相挺 那也參加了 我紫水話社團 跟我一起舉辦過很多的活動 那其實 因為社員幾乎都是同學 已經有基本上的認識 那其實在一般的溝通上面 也會多了好多不同的溝通 那這樣子 我們在平常在 課業上阿 不會講到的話 那我們在社團 幾乎都有 可能有意見不合 或者是 爭吵 那我們就要 因為 因為我是社長 所以我們就要 達到兩個人之間的平衡 所以我覺得 我的經驗值 增加了很多 在溝通上面 然後 因為我是第一屆創設社長 沒有人教我 怎麼做 那我從 全是靠著同學 然後問著有經驗的人 然後這樣慢慢的辦起來 每一個活動 那其實壓力這樣是非常大 我一度大到 我就是殺手都不要做啦 然後其實呢 哭一哭隔天 又繼續完成我的工作 這樣子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要完成我的工作 因為 我其實就是有個想法 就是試著去解決 你有試試看能不能解決 這就是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 至少你有試過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的是 我參加的一個特別的 應對 他叫做三創三立 有創新創意跟創業 這是我參加的同學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 我們吃吃喝喝什麼都有 早到晚 沒有一刻讓你耳過 然後三創呢 主要是在講社會企業 就是用你的創意發想 結合企業 來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 那我們這組 要做的主題就是老人照顧 因為我們意識到說 老人問題日益嚴重吧 然後又面臨少紫化 這其實在社會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以老人照顧這個主題 來做發想 那我覺得很特別 別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更生人就業 那他們是結合傳統產業 沒落的傳統產業 然後以更生人 二度就業的方式呢 達到兩全其美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棒 不會想到真是太可惜了 然後在社會企業裡面 它其實就是要我們正視問題 就是不要空口說白話 把在床面上的問題 就是真的下去做 然後才會有解決的一天 然後下一個介紹是社團演習 因為我參加過很多社團 那參加最久是紫綴話社團 所以就被派去參加社團演習 然後我們是每一個社團的人都不認識 然後利用合作玩遊戲的方式呢 才達到合作無間 這是我們第一天晚上的 算是認識的一個活動 就是妖怪cosplay 然後有像無眼男啊貓女啊 就知道大家的創意在哪裡 然後間接的認識這樣 那我會講說 嗯什麼是直接交給我們 就是在工作人員 他們辦這三天兩夜的社團演習活動呢 他們希望我們這些學員 可以在一天一夜之內 就是弄一個雛行 然後也像他們一樣辦給 辦給工作人員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壓力非常大 要在一天一夜之內 辦出一個像樣的活動 其實非常難 因為有很多缺漏的地方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我負責的是 跳舞表演跳舞的部分 然後我們 一個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就是為了練舞 為了明天要表演的舞蹈 所以 其實是一個非常愛睡覺的人 然後對於晚上要 側夜練舞 就非常困難 然後也是很想要放棄 很想要放棄啊 但是學姐有告訴我一句話 就是說 能學的時候為什麼要睡覺 那麼年輕 趁那麼多體力的時候 快點學一學 那以後在我 這是對我影響蠻大的一句話 就是之後在我 很累的時候啊 睡完完來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能學的時候為什麼要睡呢 那麼這組有一個 很讓我驚訝的點 就是 其實我的 我的組員都是社長 系會長 有熱舞社社長啊 然後有 觀參西西會長啊 然後才 因為我是從零到現在 然後我都會常在他們身上 挖到很多的經驗 找到很多的共鳴 然後我在經驗上面呢 我第一個要分享 是我的工讀經驗 因為我 有在校內校外工讀 那工讀佔了我大部分的時間 那為什麼要工讀呢 就是純屬因為生活費 不是因為太險 所以我沒有 如果沒有錢的話 我就沒有 東西可以吃 所以我一定要工讀 然後第一個工讀的是軍訓室 我第一次學到 我是兵役還真 幫男生兵役還真 你可能岩壁了要兵役還真 你可能現在兵單來了 你也要還真 然後啊 也會第一個知道說 學校 誰誰車禍了 哪個系又怎麼了 我們就要陪伴教官 一起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第二個打工的地方 也就是我現在正在打工的地方 就是入學中心 我們舉辦新生入學宣導啊 然後還有聖誕布置啊 這些都是我們工讀生要做的 然後在右邊那張圖片 就是新生入學的時候 我到中州火車站 去幫他們指引導覽到 長榮大學站的一個照片 然後左邊那一個是 我們為了聖誕布置的比賽 然後工讀生大家都毛起來做一些聖誕布置 然後我們也如願得到佳座 然後這個是有比較重量級的長官 來我學校開會的時候 我們需要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然後呢去接待他們 那其實這是在工讀中 我們還要認識很多大哥打擊行政人員 然後到每一個處是去送公文啊 去送公文拿公文的時候 都要知道我們應對進推是怎麼樣 要非常有禮貌 你有可能突然講錯話啦 或者是表現得不好的話 都會影響你自己的形象 然後也會被其他出色講說 喔這個工讀生怎麼樣怎麼樣啊 所以我們要很了解說 要如何應對進推 那我們要處理各式各樣的新生問題 譬如我們常常被問說 這也是生服組嗎 還是學費要去哪裡繳費 然後我們中午也是有別於其他處事 我們中午沒有在休息的 然後都要處理各式各樣新生的 疑難雜症 對別人不會的我們都要學會 然後下一個要介紹的是 我的戀愛學分 我很幸運在大學中 我可以修到這個學分 就是其實如果沒有談戀愛的同學們 也沒有關係 就是有沒有緣分而已 那你可以繼續的努力 然後我要有一個幾個 兩個小小的體驗 就是有一種伴侶可以使你成長 那有一種伴侶可以使你墮落 那使你成長呢 有可能就是每天可以跟著你 追蹤你一起上課啊 去學習新的事物 然後往正確的方向走 那我有同學是 可能因為愛情 然後放棄了課業 對然後放棄自己的人生 那這樣是比較不好的 然後看你的遇到的對象是怎麼樣 也看你是怎麼選擇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最珍貴的體驗與 體驗珍貴的話 那我覺得價值觀影響 真的是一個人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那有可能價值觀 就是會影響你整個人的態度 也會影響你身邊的朋友會有誰 那我這很喜歡的一句話 Never try never know 你不做就不會知道 所以我非常勇於的接受挑戰 我想要知道我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然後去做我未來的事情 我未來的工作 我自己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這是我愛未去講的時候 謝謝大家